继续来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 直信民主党人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拒绝他乘军用飞机出国访问 美国媒体称这可以被看作是对16号 佩洛西置信特朗普要求其推迟发表过情咨文演讲的报复 分析认为特朗普与佩洛西 你来我往斗法凸显两党缠斗升级 也预示着联邦政府停摆危机 近期恐难有解 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18号发布一份通知 称在联邦政府部分停摆期间 美国国会议员在未取得白宫许可前 禁止乘坐政府所有或经营的飞机出行 特朗普17号表示 由于联邦政府关门 已推迟佩洛西原定乘坐军用飞机 对比利时布鲁塞尔 埃及和阿富汗的访问 美国媒体认为 特朗普此举报复意图明显 因为以佩洛西为首的国会代表团 原计划17号下午3点出发 而特朗普的公开信在下午2点30分左右发布 不少议员在登上前往机场的大巴后 才看到特朗普的表态 而就在此前一天 佩洛西刚刚也以同样理由置信特朗普 提议在政府重新开门后 再商议特朗普发表国情资文演讲的日期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17号说 身为三军统帅 特朗普这么做 在他的权限范围内 民主党则批评特朗普 把议员们访问阿富汗 称作公关事件 是对驻阿美军官兵的侮辱 分析认为 尽管两党博弈是美国政治常态 但这种近乎撕破脸的党争实属少见 一方面 国会民主党人试图变相剥夺总统 向全体议员及全国民众 陈述新一年执政重点的机会 另一方面 总统极为罕见的禁足国会领导人 特朗普和佩洛西 此次带有情绪化的相互攻击 令打破僵局变得更加困难 为减少关门的负面影响 美国国务院17号说 出于维护国家安全考量 下周将召回休假雇员 让他们重返工作岗位 此外 白宫当天还发布声明说 考虑到目前政府仍处于部分停摆状态 特朗普决定取消美国代表团 原定前往瑞士达沃斯 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行程 据了解 特朗普原本打算派财长姆努钦 和国务卿蓬佩奥 代替自己率领美国代表团赴达沃斯 但因有人质疑 为什么佩洛西的行程被取消 而一些政府官员仍将按计划出访后 白宫随即宣布 取消代表团的达沃斯执行 存在